大家好,家里有面肥,别再蒸馒头包子了 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 各个空心骨泡,柔软多层,凉了不硬 就是不吃菜,空空也能吃上两三张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下来和面 大碗中准备300克的普通面肥 加入3克的食用盐,增加面的筋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分少量多次往里面倒入120度的开水 大约是150克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把它们都烫成大絮状 全部搅至大絮状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克正宗的母鸡蛋 提前切好的葱花一把 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折成一个面光手光盆光的面团 看一下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再放在案板上面继续给它揉 一直把面筋给它揉出来 我们就像洗衣服一样上下来回给它搓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热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 然后再给它搓成长条 最后再给它切成五个大小均匀的小面筋 取出一个剂子来 放在案板上面给它揉一下 整理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盘子 底部刷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把整理好的剂子均匀的给它摆进来 再把每个剂子上面给它淋入适量的食用油 防止外皮风干 用个刷子均匀的涂开 涂好之后上面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给它松弛30分钟以上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一个油酥 小碗中加入两勺面粉 三到四克的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最后我们给它搅拌至像食品中这样 成酸奶状 用勺子摇起来 丝滑不断流 像这个吸收度就是刚刚好 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大约30分钟之后 我们的面机子也松弛好了 大家看一下 用手按一下 一个按一个坑不回缩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延展性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取出一个剂子来 面表上面撒入少许的干面粉 把剂子放上来 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用手给它按扁 然后再取个擀面杖 上下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圆饼状 最后我们一直擀成像视频中这样 大约厚度是0.2厘米就可以了 淋上我们调好的油酥 用刷子均匀的涂开 然后在面片的半径处给它来上一刀 接着我们捏着一头 慢慢的往里面给它卷 卷到最后的时候 一定要把收口处给它捏牢 这样我们也烙出来的葱油饼 各个古大泡 整理成一个圆锥形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 尖头朝上 再用手掌 轻轻地给它按扁 好了 像这样一个葱油饼的生胚就做好了 所有的剂子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取出第一个剂子来 放在案板上面 再用手轻轻地给它按扁 然后用个擀面杖 轻轻地给它擀开 擀的时候我们两边擀 这样层次均匀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擀成一个大的圆饼状 大家看一下 厚度大约是0.3厘米就可以了 接下来电饼盛提前预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刷子均匀拿给它涂开 放入我们擀好的葱花饼的生胚 上面再淋入适量的食用油锁住水分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开中火 给它烙一分钟 把底部烙至金黄 好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非常的漂亮 这个饼都鼓起来了 然后我们给它翻个面 哇 底部的颜色 金黄酥脆啊 然后再继续给它烙一分钟 把另一面也给它烙至金黄 我们一直烙至葱花饼 两面颜色 金黄酥脆 各个不大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盛出 装盘 所有的葱油饼 全部烙好之后 我们给它均匀的装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 看一下 一张比一张漂亮啊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正着方法烙出来的葱油饼 凉面颜色 金黄酥脆 而且还非常的软软哦 刚刚出锅的时候 外皮有点酥酥的 里面的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葱香浓郁啊 还不等端上桌 就把我家三个孩子给馋酷了 要多软有多软呀 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 看一下 层层薄乳质呀 非常的薄 一层一层的 特别的好吃哦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外脆里内 葱花浓郁 咸香味又美啊 层次非常的丰富 尝尝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因为又是半汤面做的 特别的柔软好消化 即使放凉了也不硬哦 好了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若感觉我的视频 一定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现的小小手 帮我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课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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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